來繼續開會 今天下午的議程進行保安部門業務報告及質詢 首先由保安部門各機關做業務報告 請警察局陳局長嘉欽做業務報告 召集人 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非常榮幸向貴會來報告本局的警政工作業務 僅代表本局全體同仁向各位議員致上最誠直的敬意與卸診 也盡情多益跟本局指教跟匡政 報告大綱就是分別從治安 交通還有服務務三個面向來報告 第一個治安的方面 這方面就是三項治安客觀的指標 就是所謂的全班刑案 暴力犯罪 還有切盜犯罪 我們從今年的105年到1到9月份 跟去年同期比較都是呈現下降的 全班刑案 再過來 暴力跟切盜 整個發生數跟去年比較都是下降的 表示我們高雄市的一個治安是一個非常平穩的一個狀況 第二個 在治安方面 目前的一個治安重點就是在查籍毒品 以及打擊電信犯罪 一個詐騙案件 那首先報告查籍毒品的部分 從一級毒品 二級毒品的一個取締件數 然後查獲的人數 以及查獲的這個量 我們都是呈現 今年跟去年比較都是呈現增加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主要就是因為警察局聯合地檢署的檢察官 共同打擊毒品中小盤 然後把這個切斷上游的一個供應鏈 來減少需求所產生這樣的一個成效 接下來 三級毒品有下降的一個情形 那四級毒品也都是增加 再來 毒品另外一個重點工作就是防止毒品入侵校園 那這個工作我們是在建構 偵查 預防 福島的一個黃金三角 也就是一方面我們要增加這個查籍的能量 把這個供應鏈不要入侵到校園 所以要多以查籍 另外 也要做一個預防 希望不要這個學生或是青少年去染毒 所以我們必須針對高關懷還有高風險的這個青少年跟學生 來做事前的一個處遇跟預防 那如果已經染毒了 已經有吸毒的 這個學生或青少年 我們就著重在於治療跟輔導 所以構成了偵查預防福島的一個三個一個金三角 再過來 第二個治安重點就是防止這個詐騙打擊 這個電信詐騙 那目前比較流行的就是我們表列的這四個詐騙的一個模式 那這個詐騙模式一方面我們也是都宣導民眾免一被騙 另一方面也是要加強查籍 將這些詐騙集團一網打盡 那我們從一百零五年一到五月到十月 我們整個發生件數是減少七十件 那查獲是增加了一百三十二件 也成功攔截七千四百多萬的這個現金 避免這個被詐騙集團提頂走 這個也是減少我們市民的一個損失 另外報告交通的部分 交通我們在A1跟A2 從去年的從今年的一到九月份跟去年同期比較 也都是呈現下降的一個情形 第二頁 那交通造勢的原因 請我們各位議員來參與 那特別報告就是酒駕的部分 也都是會造成民眾生命財產最大的一個危害的一個交通事故 那去年我們是發生十件 那近年一到九月份只發生了三件 下降了百分之七十 那這個成果也榮獲交通部來頒發這個金安殊榮 列為皇制酒駕全國第一名 另外為了提醒減少我們市民在道路上使用道路的時候 發生這個交通事故 所以要特別提醒我們用路人在駕駛在某個路段或是路口的時候 給他們相當的一個警示作用 所以在警察局的一個全球資訊網公佈有所謂的十大一兆市路口 那這個用視覺化網路來提醒民眾注意 所以只要能點進去 我們相關資訊都會提供給我們市民的參考 另外 貼心溫馨的衛民服務是現代警政工作很重要的一環 那另外也增加為了增加警民的互動 讓民眾了解警察執法實際上所面臨的一些危險或是挑戰 我們也讓民眾能有所了解 也希望能獲得民眾的一個支持跟協助 所以我們有一些影片請我們都是在第一個現場錄回來的 請我們議員理事先生來觀看 當我們警察同仁追捕可疑對象的時候 常常要哭哭哭聲勇往直前 警察執行公權力不容挑釁 這是捍衛直法尊嚴 劑在你們的來說 你給玩啊 我給你 Combina 爛 ich 把你叫我嗎 我們在執行警察公權力吼 我都不可以 拿吻阿 請你們按照 你不幫助嗎 不要不要囂張 我會囂張 車頭到那裡靠啦 攝得 Auch 對 你說什麼攝殼 你說什麼攝殼 出下附浪 嫌犯絕對不會乖乖速手救護 所以在逮捕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面臨各種險境 住間手 面对非理性的抗拒,我们都要展现气魄 训练有数,展现专业 你20小时都会见到法官,来做理事,回教委书片只要让你看 调解民众纠纷,除了有耐性以外,更需要有智慧 我们是国家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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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可能说,明明就已经我们有错误,我们不承认 对,我承认我错误,台湾是民主法定的国家不敢给你事才好吗?那不是像什么共产国家是IS系列的,没想法我们在沾袍,怎么可以这样? 但台湾到这里合级?没有嘛!先处理心情,再处理心情 这些影片可以让我们视频朋友了解到现在我们警察知华的环境是有多么的一个见记 不过因为你们的一个支持,让我们更有勇气向前走 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爱以贴血,捍卫港部,可以继续为大家努力,我们共产的感觉,谢谢你们 另外有一片是台湾,四强散逗路段,四强散逗路段,人车管事,人车管事,现场掉落物飞赛,人车管事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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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段小说的特别人也想不过来来来来来来来,给你们的贴族 我们去带走我们下一个第一时间! 有个人的一个记者是个想法 对我们的印象就是为是地区华的委员 我们来来来来来! 我们来来来来! 我们来来来! 我们来来来来! 我看到了 快到了,快到了 快到了 快到,加油 快到了 快到了,快到了 快到了 以上報告 也多給我們不溫的視覺 並盡祝大家 萬事如意 以及大會圓滿成功 謝謝 消防局陳局長紅龍做業務報告 知習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在貴會 大會期間 很榮幸 能跟本級同仁前來提出 工作推動概況 報告 在此,僅代表全體同仁 對貴會的大力支持 與指導表達協議 本期 業務報告的綱要 有加強火災的預防管理 強化救災救護的效能 現前災害的防救 還有未來努力的方向 四個部分 現在就在加強火災預防管理部分 對類管之公共使用建築物 消防安全檢查 其中針對本市手下 眾多人潮出入之營業場所 百貨公司等 加強安全檢查 應對與其乃未改善者 持重法外 並張貼不合格標誌 一共民眾四百 確保消費安全 列管兩千三百多家 本期都檢查完畢 不符合規定 兩百六十四家都要求限期改善 本期一百零五年度 爭取中央補置款 過置火災警報器 兩千零四十七個 全市佩發弱勢之情 已安裝完畢 一百零六年度 我們會持續爭取中央補置款 以有效保護 經濟弱勢職勤生命財產安全 降低自宅火災的傷亡 在加強弱勢職勤消防安全觀念方面 為降低兒童 長者以及避難弱勢職勤 自所所發生的火災力 運用消防安全宣導 家戶訪室 提醒用火用電安全 本期執行兒童執勤 先導護士三千四百五十戶 長者執勤有四千三百三十七戶 為擴大防火先導層面 本期結合消防志工 針對機關協校 與社區住宅等對象 先導消防安全常識 七百八十二場次 本期防災先導教室 有一千八百三十四人 令消防志工加護訪室 一萬多戶 督導公共場所 落實防火管理工作方面 為恰強公共使用場所 智慧消防編職演練 落實防火管理制度 本期福島場所智慧消防編職 驗證八百二十四家 制定消防防護計畫五千零八十家 林派防火管理人五千零九十三家 建立特定高危險場所 限制容有人士管制機制 共計三百六十四家 要求場所主要出入口設置標示牌 提醒消費者 知悉該場所安全保和人士容量 以維護消費者權益 整合各傳播媒體 電子傳媒 色情網站等資源 執行防火先導工作 透過電影院影片 百貨公司 行路網路平面媒體 交易世衛電台 APP等 擴展防火先導赤腳 先導防火常識 落實公共危險物品安全管理方面 每半年費統勞工工物環保及 精華等相關主管機關 進行聯合檢查 本期即檢查兩百零七家次 其中三十八家次不符規定 經要求限期改善 本期一化石油器檢查了三千一百一十八家次 違規開法四十件 每半年針對一百二十一家燃氣熱水器登記營業者及塵裝夜場所查查一次以上 以確保市民之家的安全 本期取締違規報紙煙火共計十一件 宗教交進活動 施放違規報紙煙火 市民很多的民怨 所以在市府各局次 積極建立聯航機制與回復市民機制的環境安全空間 在強化救災救護方面 煤基颱風期間本籍全力投入救災 出動人車及救生艇 救出淹水受困市民 疏散撤離民眾 共計四百五十名 令燕藻土石流伐落民宅三人受困 在本局區公所、金方及民間重機器救援下協力完成使命 為提升救災管理效能 將水源搶救突資資位管理 本市現有列管救災水源兩萬零一百七十五次 本年度新購三十公尺營梯車兩輛 並接受民間監證各式消防車輛十輛 令過日人命救治裝備器材 投入救災行列 有效提升本市災害救援的效能 以實假期間 本局協統民間救難團體 在齊津七海灘等六次遊客廢棘的水域 設置暗季救援協情站 協助水域主管機關執行水域安全先導工作 本局邀請三難救治協會 辦理三億事故救助信念 令辦理危害化學品搶救援許 強化消防人員化學品災害 人命救治的基本資能 令105年10月 配合我們經濟部工業局辦理 地下工業管線災害事故緊急應變 以管事聯繁引領 強化工業管線災害之人命救治效能 加強民力運用及訓練 結合預消民力辦理3T次的水上救生訓練 令辦理民間災害防救聯度復興 19個團體 671人 落實消防人員長年訓練 實施技能訓練 每日500人次 長年訓練 測驗1,189人次 辦理新進人員直遣44人次 為增進團隊救災巷領 針對本市可能發生潛在災害的類型 顯定搶救困難場所 如狹窄巷弄、工廠等實施救災職業訓練 本期繼辦理18場次的演練 辦理空氣呼吸器著裝訓練 急流救援訓練 大後車的駕駛訓練 以新進人員的直遣訓練 藉以提升災害搶救的技能與戰士 在執行緊急救護勤務方面 本期塑禮緊急救護 6萬9,202次 送醫的人士有5萬4,565人 到院前無心會功能的有1,261人 急救後恢復生命跡象的有324人 急救成功率是25.69% 本期熱心市民與公益團體 監證救護車試量及救護器材試批 會提升本市緊急救護效能治癒良多 並對本市各機關團體 辦理心會護施室 自動體外心臟電極氣增器 急救技師宣導419場次 105人並邀請了 我們美國西雅圖海警醫學中心的緊急應變部門 來高雄辦理國際研討會 有效提升本市緊急救護的國際視野 強化救護品質上 針對119派遣員辦理信任 在救護人員趕抵現場的第一時間前 協助報案民眾施行CPR急救 爭取黃金的時間 並信任救護技師員急救技師 既能與實施高級救命室落實登入 無呼吸心跳的緊急醫療救護資訊系統 追蹤患者的疫若狀況 提升本市到院前的救護品質 及病患的救護力 105年成功救護的有目標為24.5% 目前已達到25.69% 健全災害防救部分 針對本府緊急應變小組 及本級內外勤的人員辦理 防救災緊急資訊系統 即緊急應變小組教育信任 並辦理事故現場指揮體系ICS的研討會 降低災害衝擊 減少市民生命財產使施 掌握信期前本府各級次及本市各七公所防信準備狀況 以4月召開了信期前防信準備協調會 協助督促各單位防信準備的情形 本市三合一匯報 以4月份以暫時運作機制為議題 進行兵器推演 整合暫時防衛動員機制 以平時緊急應變機制 令會議核備本市十一個七公所的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本期針對各七公所災害潛勢特性 延體救災困應應對策 建置更新各區防災突資 修訂各行政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辦理交易信任及規劃防災公園 為充實七級災害應變中心 支通信設備 採購不斷電系統 發電設備等二十一項設備 配發給各七公所 落屬獨島本市各七公所災害防救 工作執行狀況 訂定高雄市政府一百零五年度 災害防救業務平和計畫 一百零五年三月到四十五日 總共平和了三十八期的七公所 因應防災業務貫囑日益擴大 召開本市災害防救專家諮詢委員會 由本府防災協力團隊高雄大學 針對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正大綱 高雄市地震衝擊評估技師發展 以地震應變應用 及本府精華局針對高雄市 既有工業管線管理現況提出報告 會中委員給予本府十五項建立 以各相關局次納入工作計畫辦理 為提供及分享本府災害防救業務各項成果 一百零五年一月份 我們召開了原商災害防救業務資訊整合會議 規劃建置災害防救業務資訊整合網頁 高雄市政府防災資訊網 委員本府防災協力團隊高雄大學協制建置 橫向整合防災資訊 並提供市民查詢 以達到Open Data資訊共享與公開的目的 本局未來努力的方向 依據行政院核定之內政部大型活動安全管理方案 要求本市各公民營單位辦理各項活動時 應於本府訂定的高雄市辦理各項活動安全管理之一事項 制止安全管理與維護參與活動的民眾安全 建立新北市老人長照中心大火造成多人死傷 為確保長照安良就醫安全保障 本局加強對本市各醫療院所長照中心 進行各項消防安全檢查 落實要求硬體之消防安全設備 及軟體之防火管理制度 指導場所員工消防MNG避難驗證 使熟悉火災發生之通報滅火及避難引導等應變 為有效執行防火宣導 仿害客馬拉松模式 召集各外勤優秀同仁 匯集新典子及特斯財人 密集開會員商製作本局防火宣導統一教材簡報板 分送各外勤單位執行防火防災先導前入使用 近年來宗教慶典活動大量釋放報紙煙火 污染環境安全並妨礙居家安寧 以為民眾過病 為維護公共環境安全 確保生命生活環境的安寧 本局擬修訂報紙煙火釋放管制自治條例 今年6月份香港民旅艙大火炎燒5天4月 並有兩位香港消防員信職 本局針對本市四家民旅艙消防安全加強清查 直以檢視消防設備並辦理搶救原案 為避免漢事發生 針對香港民旅艙火災案例 強化本局同仁救災安全信任技能 提升消防救災戰績方面 更系泰化營提車 以強化立體救災的能力 並過置熱險巷語 無用氣體警報器等裝備 運用高科技提升救災效能 精神人員信任 強化救災救助人力 臨險優秀同仁辦理救助信任 令規劃辦理三立搜救信任 提升三難的救助效能 引擬災害搶救計畫 落實實兵演員 顯定地下道 捷運戰體等搶救困難地區 使消防人員了解內部結構 救災潛入動線 增進救災效能 精進指揮派遣系統 建置報案APP 整體計畫會在105年到108年 分四個階段來完成 總經費在1億多元 以消防119徒資更新與整合價值 原工業管線、危險場所、消防救災等突資 分散於不同系統 未來將整合於119系統 當案發當地附近有管線、工廠或危險物品場所 系統將立即市井 共同仁第一時間掌握現場狀況 可提升搶救反應速度與效能 而民眾行動報案APP 具有民眾報案GPS座標定位 及現場拍照上傳等功能 除可取得報案人精準位置外 更可信勢掌握災害現場狀況 未來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訂方向 重點將著重在調整本市各類災害規模設定 提示更符合實際有效力之災害防救作為 105年為請高雄大協以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災害潛勢特性等進行勘察評估 即以修訂本市地區災害防救計畫 並增定動植物預災、輕軌災害、爆炸災害及隧道災害及地震災害 含土壤預畫等有效整合本市防災能量 降低天然災害造成之市民生命財產損失 強化各項作為 提供市民前年無休的安全守護 是本局責務旁貸的使命與責任 成本各位議員先進對本市消防工作的重視 相信在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匡督之下 本局會檢討過去、側近現況及展望未來 其為共同打造一個安全幸福的高雄而努力 在此特別感謝貴會的支持與鼓勵 本局全體同仁當竭力保護市民生命財產安全 最後祝福各位議員女士先生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大會圓滿成功 謝謝 謝謝我們消防局陳局長 接下來我們請衛生局黃局長至終做業務報告 趙紀仁 各位議員先進衛生局就今年到目前為止的業務做報告 新逢貴會在這次第二屆第四次的定期大會 我們保安部門的業務報告 致中能夠供逢與會 練習報告本局業務的推動狀況 深感榮幸 請代表本局全體同仁對貴會的支持跟指導表達感謝 以下就本局105年1月到8月的重點業務 以及未來的一個努力方向提出我們的概要報告 敬請不令指教 在我們的衛生局部分 目前我們有除了各業務單位以外 我們有38所衛生所 並且有9家醫院 其中有5家市公辦民營 在整個失誤的業務方面 弱勢防疫部分 最重要的一個登革熱防治的部分 目前到10月昨天的人數總共有境外是20人 本土的話是有342例 其中在入夏以後7月份一例 8月份一例 其他目前我們的疫情穩定 主要的登革熱防治業務 包括我們的疫調 目前總共執行超過6萬戶 20萬人次 在我們的病棉文的一個密度調查 跟資生員清除部分 有超過5000禮次 總共有36萬戶次 在衛教宣討部分 總共超過2500場次 總共有15萬以上的人次 在清朝我們的陽性的一個點 跟我們的列管場域裡面 總共有超過2萬8千場處 在舉發通知單位部分 總共是290件 在105年我們的登革熱的一個 創新與加強作為部分 包括我們的醫療整備的工作 總共我們有657家的我們的基層診所簽約 參與我們的登革熱整合式醫療照護計畫 並且達到我們的一個建置 我們分級醫療的一個追蹤的制度 在邊境檢疫的部分 跟我們小港醫院做合作 然後對我們親入境的一些相關的一些疑似的病患 我們做相關的一些阻絕工作 並且感謝我們的民生醫院跟我們的小港醫院 做後續的立即性的一個住院檢疫的工作 那在病患文管制部分 那感謝我們跟環保局 我們的經發局等我們一起合作 那對我們的病患文做管制 那今年特別是有關於 普設我們的Grabbitrap的一個補文器 還有我們對文體的NS1檢測 那希望能夠提升我們部署我們的一個防疫陣線 那在全民教育部分 包括我們的民政局 我們的教育局 我們的金發局 我們的環保局等 我們就全面在社區裡面進行相關的一個宣導工作 並且我們也設立我們的APP工作 在資卡部分 那這是今年在整個全球防疫裡面一個重要議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是全球包括南美洲 包括我們的東南亞 事實上是一個已經逐漸變成一個資卡的一個 一個容易發生的一個流情的地區 那除了說 資卡本身它傳染病患文是我們的班文 包括埃及班文跟百姓班文 那我們持續我們的登革熱房子裡面的 都關於病患文管制之外 那特別針對資卡這個議題 有我們的初段預防工作 包括說透過民政局驅空所的 對結婚登記的新人家裡宣導 並且透過我們的經發局 對我們的藥妝店 我們的一些超商等等 去建置發放我們的相關的宣導 那也在醫院的部分 透過我們的婦產科等等 有進行產檢的一些地方 或是媽媽教室 也進行我們的相關的宣導 那在醫專業人員部分 也完成我們相關的一個資卡房子的教育 並且對於從醫區回國的返國的民眾 如果有疑似資卡而自行去醫療院所 或是到衛生所去做檢疫 那一旦確診的話 我們也提供2500塊的通報獎金 那一旦確定病例的時候 我們將啟動我們相關的病例調查 以及相關的一些資生員清除 那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孕婦保全工作 包括我們的防疫包 包括相關的一些檢測的部分 在季節流感防治部分 那本市到目前為止 總共有234例的一個重症病例數 那不幸有16人死亡 那這個數字在目前為止 均叫去年為低 那這個是一個我們需要去努力防治的工作 那在本週我們的儲蓄監視的時候 在這幾週的一個我們的流行狀況 已經高雄市逐漸進入到我們一個流行期 所以在這部分 我們也針對我們的相關的一些民眾 還有醫療院所的整備 我們相關做一些相關的檢知 那目前為止 其實今年的一個流感病株的部分 那都是以我們的A型的H3為主 那這個部分跟今年所提供公費流感的一個涵蓋是一致的 那目前我們分析我們的重症流感的一個個案數裡面 發現到說 其實多數是沒有接受到那個我們的流感疫苗注射 所以這部分事實上是一個我們今年的一個工作重點 那在季節流感的一個防治部分 主要是有幾個大方向 一個是即時的偵測透過我們國內外的疫情 然後對我們的校園或是我們群聚的地方 做相關的一些病症的檢測 另外是傳染的阻絕 那包括說我們即時的通報 並且做家庭管制 那再來是醫療的整備 那包括是在因應高峰期部分 我們提供我們相關的一些 包括我們的流感抗病毒藥物的一個部件 那在多元衛教的部分是透過我們各個局處的一個努力 包括我們的教育局 我們的民政局等等 然後大概也是努力 然後透過各式的一個宣傳管道 在疫苗接種的部分 那105年 中央的疾管署提供的比較擴大的一個公費疫苗的接種對象 包括是50到64歲的成年人 包括是今年六個月以內的產婦 還有國中高中以及五專一日三年級 還有50歲以下的高風險慢性病患 這是今年新增加的 也因此透過我們跟進發局的合作 到工廠去做我們的一些相關的一些預約注射 那也透過社區的安排 在民政局的一個協助之下 我們到社區成立我們的一個注射據點 那當然包括在學校的部分 我們也提供了這樣子一個群體注射的方式 那另外就是說透過國運管道的方式去做宣導 那透過包括我們的相關的工會 也去公部門的一些相關的一些宣傳管道去 希望把這樣子一個擴大流感 一個注射 工會注射的一個範圍的一個民眾可以知道 在落實腸病毒防治部分 那目前全國確定的一個腸病毒重症 今年是26例 那本證本市只有3例 那目前他們都已經康復 那在居住合作部分 透過跟教育局 跟我們的社會局的跨居住合作 那對於相關的一個通報跟停課的規定 那加強我們的落實 那並且我們也建議了 7家的一個 一個長病毒重症的一個責任醫院 那透過這樣子一個分級醫療的部分 提供我們的一些相關的一些醫療照顧 那另外是對於機構查核的部分 包括脫育機構 包括他們的一些相關的一些 一些幼兒園等等的一個 總共有908家他們的整個環境 跟洗手設備的一個普查 那這部分總共進行了三波 按照我們的一個流行季節 我們再進行 那另外是教育宣導的部分 包括如何去做洗手洗臉換衣服的動作 包括對挑拔水製作等等這些 那辦理的包括教託人員 保姆 新住民 隔代教養 及一般民眾 總共超過900場次 總共有超過6萬人的參加 在慢性病防治部分 包括有肺結核防治跟艾滋病防治 那肺結核防治部分 到今年為止我們的一個減少率 優於全國 那配合中央所制定的 WHO2035年的一個消除 結核病防治的工作計畫 那我們針對潛伏期的肺結核防治 LTBI的檢測等等 這目前我們正在執行當中 那由於有關於DOPT 多治計畫的部分 那我們的執行率 跟我們的實際上的品質 的關懷品質率 都是優於全國 那此外是加強我們的一個 相關的衛教宣導 目前總共執行了超過250場次 總共有將近2萬人出席 那另外是特別針對高危險群的部分 我們進行社區巡迴的一個X光見解 那目前在超過2萬人的一個 檢查裡面有發現出 有21位無症狀的結核病患者 那這個都已經完成了 進入我們的治療 那愛滋病防治部分 那目前愛滋病防治 它的一個增加率 都低於全國的一個平均 那我們目前在今年針對 關於香港的高危險族群 以及各大專院校 以及大型的職場 民眾以及受刑人部分 我們有廣泛的去做愛滋病的宣導 超過900場次 總共有超過7萬5千人的一個參加 那對於整個愛滋病的篩檢點的一個設置 提供它的可信性的服務 這個目前為止 我們總共有新通報 篩檢出來有235診 那另外一部分是 我們在衛生局所以及藥局裡面 我們有提供我們有關清潔證據的一個執行工作 那目前有發放設置是64台 那另外清潔證據的發放是超過85萬 那另外是我們也跟在地的一些多元性別的一個群體合作 然後有一個彩虹豆腺聯盟對相關的一個健康服務的工作 那目前服務有超過一千兩百人次 在緊急醫藥部分 那目前配合我們衛生署的一個 衛生署的一個政策推動我們設置的AED 那目前我們本市已經達到我們衛生署的公佈 我們有八大公共場所的一個設置 總共是240處 那已經100% 那另外是 在衛生署的指標裡面 是每10萬人口裡面也有14台 那本市應該是設置1,223台 那目前為止已經設置了1,353台 那已經超過目前的一個指標 在市立業務的再造部分 那委託經營創造三營 那目前為止我們總共有 齊金鳳山大同鋼山喜小港 五間我們的市立院委託經營 那目前到今年為止 總共增加了市庫的收入超過五百萬 那讓我們的一個在地的民眾 可以享受到更完整而精緻的醫療照顧 那另外是我們規劃 有關於高雄市小港醫院的委託經營案 那因為高雄市市立小港醫院的合約 即將到明年12月30日到期 那目前正在積極的規劃 有關於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重新辦理招標的商業工作 那另外是我們目前有四家公立醫院 那這些公立醫院各自有 他的一個特殊的一些公辦公營的醫院的成果 包括中立醫院通過我們衛福部 中醫負責醫師訓練的一個訪查督導 一個基督的計畫 那凱旋醫院的話 榮獲WHO健康促進醫院進階認證試驗計畫 是台灣控制組的金牌 那在民生醫院的部分 獲得我們一般婦女之家評鑑的優惡等 在聯合醫院獲得我們區域局的一個醫院的評鑑合格 在衛生所興建部分 那目前正在興建的是我們的六歸衛生所 那預計是在106年的12月完成我們的一個建制 在藥證管理部分 對於不法藥物跟化妝品的查期部分 那查期不法藥物總共有397件 那違規的一個廣告是480件 那不法的化妝品部分是432件 那違規廣告的部分是755件 那另外我們還進行了有關於相關的一個 一個用藥安全的宣導 總共是150場次 超過1萬7千人次的參加 那以下是表類似有關於各式各樣的一個不法藥物 跟不法味化妝品 以及各種違規廣告的樣貌 在食品抽驗的部分 對食安的一個安全的一個落實部分 那到目前為止 1到8月總共抽驗了有4000件的一個食品 總共有158件不合格 不合格率是3.89 那對於這些不合格的一個產品 都已經依法要求下架並且加依法處理 那因為相關的一個不合格的案件 陸陸續續的樣貌一直出現 所以有特別針對104年到105年上半年的一個監測結果 那我們在105年下半年特別針對這些過去有違規的一些相關的食品 我們再加強我們的機茶 總共預計要機茶是包括有增加113件 包括我們的蔬果以及禽素水產蛋品的一個湊茶 在婦幼保健部分 我們在本局新增的是有關於新住民的生育保健服務 提供有關於沒有全民健保的一個相關的間諜 一個部分有899案次 那在婦女友善醫療部分 總共有29家的醫療院所參與營造婦女友善醫療環境 在嬰幼兒的健康部分 我們執行的有關於營有兒童的生長發展篩檢 總共將近4萬人 那發現有疑似發展有31人 那對於新增兒篩檢的部分有提供的出篩有1萬10千人 那發現有異常的是有103人 那另外是3歲到6歲的兒童的牙齒免費屠服 以及12歲以下的身心障礙兒童的口腔保健 那這些都按照我們相關的規定完成之行 在試癌篩檢的部分 那我們強化了癌症篩檢的一個便利網 那成立我們的一個健康便利站 包括透過我們的1067家的基層醫療院所提供相關的一個篩檢服務以及轉介 那對於比較偏遠或是資源不足的地方 那我們提供有關於婦癌篩檢車的一個倒點服務的部分 那包括有脂抹車有乳塞車的部分 這些都有相關的一個 那目前這些有發現到疑似癌症或癌症病變的 都追蹤治療當中 那對於城市健康跟高齡友善城市的部分 那我們在老人健檢的部分 目前總共補助了有40384個案件的老人健康檢查 那老人免費假裝飾的部分 總共目前補助了2224人 另外是本局積極推動有關於健康城市及高齡友善城市 那有相關的成績 並且獲得一些國際的一個比賽的一個獎項 在長期照護部分 在地安老的一個照護部分 那我們提供的是有關於居家護理 居家福建跟傳席服務 目前總共是超過7300人次 那這個部分即將在我們明年的長照2.0上路之後 會擴大我們的服務範圍 那另外是我們在推動偏鄉的長期服務的部分 包括設置在桃園、賈仙六、鬼彌陀等長期的照護據點 那希望能夠提供便宜地區民眾的一些長期照護的一個協助 那另外也對於長照不足的地方 那有另外規劃我們是社區我們的復健服務的部分 目前茂林區、納馬夏、我們的田寮、內門、山林 都已經執行相關的一個我們的復健服務 那在地安老服務、照護服務的部分 在機構環境部分目前有66家的一個護理之家 那目前為止總共有65家已經完成我們的相關的一些評鑑考核 那70家的一個居家護理所部分 目前總共有46家已經完成考核 那及格率是86.9比優於去年 那我們希望是說能夠更加的落實他們的一個照護服務的部分 那另外是對於身心障礙鑑定及醫療補助復健所需要的醫療費用 跟醫療補具的部分 那這我們全國所創的一個計畫 就是對於身心障礙者的一個整合醫療服務計畫 那另外對於身心障礙者重新鑑定的自費檢查補助的計畫 這也在執行當中 在心理衛生部分 找回邊緣人的生命平衡的部分 那在自殺防治的部分 我們今年的到目前為止 自殺死亡的人數是446人 比去年少一人 那在相關的一個服務方面 包括自殺高風險的通報個案 以及我們的關外訪施 以及提供相關資源連結 我們就持續按照我們的工作在進行當中 那對於精神科的一個精神個案的一個 醫療照護關外服務的部分 那是由我們的公務衛服制執行 總共有超過 本市有超過兩萬兩千人的一個個案個案部分 在讀房中心的部分 那我們總共輔導了有7400位 那其中最亮麗的是我們的平均就業率超過五成 那其中追蹤輔導的比例也超過八成六 此外在心理衛生工作部分 有關於本市的一個石化氣爆災害應變的部分 那已經超過兩年的時間 那目前我們持續的去執行 我們相關的心理衛生工作 包括救災人員的心理衛生工作 氣爆傷者 還有我們氣爆區重建區的一個 民眾的一個相關的一些服務工作 這都陸續在進行 那最後 目前我們的一個衛生局的一個工作重點 在於強化我們的全方位的一個 傳染病防止工作 降低疫病的威脅 那我要落實我們的食品業者的登陸 那追向追溯追蹤管理 那食品安全聯合計查的取締 那維護我們消費者的一個食的安全 那執行我們 我們國家的一個十年長照計畫 那發展長照機構 以及相關人力 那能夠提供切切的一個長照服務的需求 以應我們的長照2.0的工作的一個 即將的到來 那打造陽光微笑 深呼吸的新興高雄 那曾跟我們社區精神醫療照護等 心理衛生工作的共造網 另外是落實我們城鄉的一個醫療服務的查局 那積極擴充有關於我們偏遠地區 我們的一個醫療資源的相關的設備 跟遠區醫療服務 那以上就是 衛生局在今年1月到8月的一個我們的工作內容報告 那進行各位醫院先進文件指教 謝謝 謝謝衛生局黃局長的業務報告 接下來我們請環保局蔡局長孟玉做業務報告 早起人各位議員女士先生大家午安 大家好 新逢貴會第二屆第四次大會的開議 那孟玉奉邀來出席 報告有關於環境保護局相關的業務的推展的情形 請代表我們全體的同仁向貴會至上最誠摯的一個賀議 並祝大會圓滿成功 以下就本局的相關的一個業務的重點的部分 向各位來做一個報告 那相關的一個簡報的部分就包含我們局裡的這個空水廢毒 以及相關節能減碳的部分 跟各位做一些的一個說明 下一個 那為了改善我們高雄的一個空氣污染的部分 因此我們積極也推動了相關的固定員 移動員 液散員等等的這些的減排的一個計畫 那統計到9月底為止 那我們高雄的一個空氣品質不良率從103年的3.48% 那降到去年的1.31 一直到今年1到9月的0.96% PM2.5的濃度從32.3毫克降到去年的25.36 一直到今年1到9月平均是23.54 所以這個都一直在持續下降中 那對於固定員的部分 我們也加強了有關於落實這些整個一個 價錢標準的一個執行 那對於比較大的一個工廠執行的 相關防治設備的一些的一個效率的一個驗證 那另外針對目前在實施的總量管制部分 我們目前列管的加速有458家 一直到10月24號為止 已經完成了有424家的一個 這些排放量基線的一個審查的工作 後面再進行第二階段的5%的一個減量的一個作業 那另外在移動員的部分 包含現在推動的重點在於這些二行程機車的一個汰換 統計到9月底為止 我們的二行程機車數量是275,000部 那到9月底 我們泰換了將近有6萬部左右的二行程機車 那另外這些的一個包含柴油車的這個保檢合一 以及規劃高雄港為一個低污染的運聚的一個示範區 這個我們持續在進行中 那對於目前的一個公共腳踏車的一個系統 那目前已經完成了184站的一個設置 一直到明年我們預計可以推可以整個達到300站 那今年的6月完成整個住任站的這些設備的更新 大幅縮短整個借還車的時間 那我們統計到9月底為止 騎乘的數量有235萬人次 預計全年應該可以突破300萬 那最主要的也是希望民眾能夠多騎乘工腳踏車 減少這些汽機車的一個污染的排放 在這些易善源的部分 包含推動50大的營建工地的自主管理 提升相關的一個消減的一個效率 港區的部分我們也輔導了這個港務公司 採行相關的水務噴灑系統 河川陽城的部分我們加強高屏溪的 這一些砂石場的巡查 利用無人載具來瞭解河川的裸落的情形 相關的一個餐飲業的部分也是我們的重點 包含的這些油煙排氣系統的一個輔導 這個也是我們持續進行的 另外空污的陳情的部分 統計上半年有5467件 那其中大概以異位的部分佔最高的比例 其中我們查核的結果 大概有40%左右的比例是疑似有污染的狀況 這部分我們後續都進到整個查證污染源的一個程序 那在水務的部分 高雲市總共8條的一個河川 那列管的事業有2101家 這裡面我們執行的重點 包含對於相關的廢水設施進行功能查 評鑑以及深度的查核 那加強這些電鍍業跟金屬表面處理業的一個機查 二人溪的部分 二人溪主要的污染源來自畜牧廢水 其中以田療跟內門為主要的來源 那現在也積極的推動有關於畜牧業的一個 沼紮液的一個申請跟改善 那今年特別在生物需氧量這個部分 大概改善的幅度有55% 阿公電C也是目前持續推動有關於分尿的這些的一個 沼紮液的一個重點 那另外也積極的來推動有關於 禁止使用濾化氨減低河川的這些氨氮的一個污染 後進溪的部分 目前積極的要來推動有關的一個總量管制 以及禁止使用濾化氨的一個這些的措施 鳳山溪這個目前已經從嚴重的污染 降到了中度的污染 那我們對於相關的鳳山溪的一個這些業者 也進行了這個功能的一個評鑑 那統計我們在對於這些高污染的一個 譴視設備有疑似不足的部分 我們都進行了功能評鑑來 要求它來進行有關削減這些污染量 那有關於各個河段的一些機查採樣 跟採取的部分請各位參閱 累計採取的部分有1285萬 今年一直到6月底 我們總共採取了有8家的廠商停工 包含畜牧業跟一些食品業 土石加工業等等 相關的部分請參閱 那對於高雄市的很嚴重的土壤跟地下水的污染 目前我們列管長只有一百零五處 那總共的面積有八百八十六公頃 這個部分是全國最多的 那我們也透過相關的這些提升行政的效率 以及環境建設等等措施 參與環保署的一個相關的考核 我們在去年也榮獲了全國 整個一個績效考評的全國的第一名 這個還是要持續的推動 那針對土壤跟地下水的這個部分 特別提出來的是像高雄煉油廠 這個整個一個目前推動的情形 在高雄煉油廠裡面 總共的一個公告的有177公頃 那目前該公司已經提報了控制計畫到環保局來進行審查 那這個計畫目前還在審查中 預計他們要分成六區分區分期 來進行後續的一個整治 那大概會用相關的土壤清洗 那生物的一個富裕或者是開挖等等的措施 來進行整個後續的一個整治 那這個環保局還會在繼續的一個把關跟審查中 那另外對於一直是否政策非常重要的一個亞洲新灣區的部分 這個一直是我們推動的重點 那累計完成了有21處62公頃的一個整個一個改善跟解除列管 目前還在改善中的有17個場子有88公頃 那其中以205兵工廠這個面積是最大 其他的像南亞台樹也是目前正在積極進行整個整治的工作 那獨化物的部分目前取得相關的一個政見的 有1083件的這一些的一個許可 那其中第一類有292件 第二類有342件 第三類有165件 第四類有284件 那這個部分環保局都一直持續在進行相關像無預警的一個測試 跟這些警報的測試等等 在推動資源回收方面 環保局推動有關於像有理真好的資源回收績效評比的工作 以及相關電池回收日等等的這個措施 在去年參與環保署資源回收的一個考核 我們提出了ARM的自動資源回收機跟與企業合作的計畫 回收點的HAPPGO等等的措施 我們也榮獲了全國分組第一組的銀值的一個獎項 那在目前推動的一個1到8月部分 這個整個清運量 垃圾的清運量等等 跟去年大概都維持一個很穩定的一個數據 那資源回收部分 我們推動的那個ARM自動資源回收機 目前的回收量都比去年大概多增加了兩倍到三倍左右 那累計到9月底為止 大概回收總量已經達到了480萬坪以上 這個還在持續推動中 那對於環境適容的一個整頓 剛剛衛生局長也有報告過 有關於登革熱的部分 我們本土有342例 其中入夏以來一直到10月6號為止 本土的部分只有兩例 這個部分我們還會同各個民政局 衛生局等等的局處在加強執行 有關於環境整頓跟登革熱的防治 那登革熱的防治 這總共有兩頁的部分 這個部分包含執行有關於排水溝的溝壁的這些清書 以及這些高風險場域的這個機場的部分 那另外就是加強的這一些 以幼紋產卵器來進行整個一個監控 這是跟以前比較不一樣的 那特別這一次環保局有提出一個環境 維護管理知識條例的一個修正案 在這裡面有提到就是對於營建工地 以及對於公司場所能加強它的自我管理的一些措施 希望大會能夠與以來支持 那在一般廢棄物的一個管理部分 包含水肥的處理 還有西晶浦也埋廠的早氣的這個部分 都在持續的在執行中 在抵渣的再利用部分 上半年總共 總共在利用的抵渣有四萬噸左右 那另外一般廢棄物的焚化部分 目前試作焚化廠 目前都是正常的操作中 那我們會持續的來妥善調度 各廠的這些加護垃圾 穩定處理本市的一個垃圾 整個發電效率也是逐年的一個提升 統計104年的發電效率是達到了 每一公噸的垃圾能夠發電470度的這個電量 事業廢棄物的部分 列管總共有3414家 那我們也聯合了地檢署跟環保警察 也一起來查契相關的重大的環保的一個犯罪的行為 總共執行了有12場次 另外在溫室氣體的部分 我們國家的溫室氣體的目標 是到2050年要降到2005年的排放量 還要再少百分百分之五十 這個是我們國家目前溫檢法的一個目標 那高雄市主要的一個目前的短期目標 是到2020年 2020年能夠回到2005年排放量再減百分之二十 這個跟全國的一個目標來講 是比全國來得更加的一個嚴苛 所以目前環保局跟其他的局處都在積極來推動 那總共如果以剛剛講的這個目標 大概必須還在減將近八百萬噸的一個二氧化碳的這個量 所以目前各個局處也推動了有47項的一個減量的一個策略 那包含就推動這些包含像輕軌的一個設施 減少七機車的排放 太陽能發電的一個場域 那這個部分也減少了這些二氧化碳的一個排放的情形 以及推動綠色產業園區的一個設置 那這個有關於目前太陽能的一個推動的部分 包含我們在環境維護管理知識條例有一個 必須要提出自主管理計畫 以及公有的建築物的屋頂 設置太陽能光電的計畫等等 產業的一個禮換專案 這些都是在整個一個節能減碳裡面的一個措施之一 那另外在推動環教方面 在目前為止今年度的一個目標是 建構低碳層與培育師之 強化環境教育的國際的交流 所以截至目前為止 包含輔導的這一些有五個低碳的社區 以及兩個太陽能的光電的系統的示範的社區 那配合環保署有關於就是104年 台美生態學校的一個夥伴計畫 總共本市的學校取得了銀牌有四所 銅牌有六所 另外在獎勵的部分 中商工商跟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 也代表本市參加 第四屆國家環境教育獎 都有入圍榮獲相關的一個優等的獎項 那統計到目前為止 本市的一個環境教育的設施的場所總共有13處 那另外環境教育機構的認證總共有3處 相關的一個名單請各位參與 那未來的部分包含 推動相關的剛剛提過的總量管制 以及二行程機車的這個太舊 公共腳踏車的擴充 以及這一些一定規模的餐飲業的一個 加裝防治設施 都是未來在空污的部分要來執行的 水屋的部分主要推動未來阿公電溪跟 後進溪的一個總量管制 以及就是包含未來中油高雄廠 以及多工人經貿園區 就是亞洲新灣區的相關的土壤跟地下水的一個整治的工作 毒化物的部分包含推動業者建制完善的毒災的應變的體系 那總共分成13個分組 互相的一個聯防的一個整個機制 能夠建制得更加的完整 那廢棄的部分配合整個以再利用為主 最終處置為輔的一個垃圾零廢棄的一個政策 那要繼續來辦理有關於本市市座粉化廠的 未來的一些的一個更新的一個規劃 預計從明年下半年開始 就要來進行我們市座廠的一個更新的一個工作 簡單減探的部分 也持續的來檢討各項的一個行動的一個策略跟方案 那也持續的來參加有關於COB22 以及伊克蕾的相關的國際的研討會 增加高雄市的一個曝光率 機查的部分我們持續來推動有關於 檢舉資訊系統的透明化 那來公告相關的一個廣告物的一個 一個設置的一個辦法 讓民眾可以申請相關合法的一個廣告版 來增進市容的一個整節 以上報告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大會圓滿順利 謝謝 謝謝環保局蔡局長的業務報告 接著我們進行保安委員會議員的質詢 每位20分鐘 第一位請周靈文周議員發言 主席不休息啊 好 謝謝主席 好 那個一個一個舉出來 好啦 首先那個 今天那個我們警察局局長的簡報放了影片 這是一個另類的報告方式 不過也讓其實保安小組的同仁 其實對我們警察同仁還有消防人員 在這幾年來其實對不管是治安的防護啊 我們所有的一些危險的一些 比方說像氣爆這樣子 許多我們的專業的警消人員 在保護市民的過程裡面有的犧牲了 那所有警消人員的辛苦 其實我們都能夠理解並感同身受 所以但是就是說很多事情喔 就是想要心疼大家 但是說真的 民眾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 那剛剛看了局長的簡報 你看我們的警察同仁 還要用各種跟民眾可以溝通的方式 改練小組的啊 改強的啦 改專業的啦 改改練的 其實幽默裡面是有那麼一點心神啊 那在這裡呢 檢查局的簡報裡面 在毒品的部分 這個每一個會期我大概都會提 毒品的部分看起來是有比較好的進步的成長 那尤其看起來是三級毒品的部分喔 成果是很好喔 是很進步啦 那這個部分就是請警察同仁也 持續持續的加強 我在這邊其實衛生局也同步啦 總是校園的毒品的部分 我不曉得說將來有沒有機會去做這樣的一件事情啊 二級毒品 因為K這個東西 我們一直沒有辦法 新政府到目前為止 雖然本來是說要很重視毒品這個問題喔 但是還一直沒有辦法把二級毒品有一些 對小朋友影響比較大的部分 往三級的部分來提升 那其實這些東西都是產生在國中開始到高中值的校園內 我們有沒有辦法就是進行全面式 將來啦 試著考慮一下 進行全面式的校園驗尿 就是說我非特定議題 我不是因為你怎麼樣 我就是進行全面的 但是對於檢測的結果 我是保密的 可是檢測有反應的小朋友 我們必須通知他的家長 而且在通知他家長的過程裡面 可以去了解他這樣的家庭裡面 到那個家長他是不知情的 他是一個 還是他是一個高風險不管小孩的 其實我覺得他有一個連貫性的 就很像我們小時候整個政府有什麼樣的政策 他是全面性的所有校園去做的 看看是不是以後 因為當我們放出全面性檢測高雄 國中高中值的全面性驗尿 我相信 我相信很大一部分 因為同儕的新鮮感 因為跟同儕之間要互相 有話或者是 要被霸凌或者是 我覺得這個 對小朋友自己本身 他就會有警惕性了 他就不會那麼的容易的被誘惑 或者那麼容易覺得說 因為他會知道 你閒閒沒事 你不要出去外面 不是因為你飆車被抓到 不是因為你們CK被抓到 是校園我就有這一道的安全檢查在裡面 試試看以後可不可以 有這樣的方式來處理 這是關於毒品的部分 我還是請我們的警察局繼續的努力 那在環保局的部分 剛剛局長特別也 特別對那個 在總質詢的時候 我們對那個家用的垃圾 我們今天環保局 今年環保局呢 把我們所有的 家用廢棄物 事業廢棄物 所有的處理的金額 調高到同樣的一個等級 大概就是從 1700多的處理費 調到2400多 還是300多 這是一公噸的單位 一公噸的單位 那市長的反應很快 我們的案子還沒有送市議會 你看呢 就像颱風前後菜會漲價一樣 市場的反應快到就是 保全業要調高公寓大樓的管理費 那它往回說就是說 因為環保局開始 要把我們收垃圾的費用提高 所以我們委外來所有的大樓 收垃圾的費用也會提高 那所以你們的管理費也要提高 那所以很多的大樓就開始反應這樣的事情 那當初在跟我們的環保局 跟我們的局長 跟我們相關人員在討論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要討論這樣的政策 我們必須有一些事情 你要有一些論述 可以說服我們的市民的 當我的 當高雄市的市民 能夠很大度的容許環保局的政策 我們甚至為了整個國家 我們可以去燒外縣市的垃圾的同時 為什麼我們要跟別人 付一樣的錢 我們接受別人的污染 那我們也要因為這樣 我們付出 增加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金錢的代價 那謝謝環保局跟局長 有感受到這樣的一個用心 那你們已經有針對 整個大高雄地區家用戶 有特別 對於真正的家用事業 有做了一個比較調低的價錢的策略 好 我可不可以請局長 來 回應一下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州議員 那其實有關於公寓大廈的這個部分 前幾天我有跟議員有報告過 大概我們會有一個新的一個案子提出來 不過這個部分要先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原本要從1700調到2413 這個2413是我們按照整個成本所算出來的 所算出來的這個部分 而這個成本的計算是 就是 源頭在於環保署有公告一個 所謂的一般事業費去收費的一個計算準則 從那邊整個去算出來的結果 才會2413 那當然對於公寓大廈的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也是考量到就是說 這有關於公寓大廈 那它是委託給清除業來做一個清除 有些啦 有些委託給清除業做清除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副案 那也進行法制作業程序中 希望就是說在年底之前 在我們大會開議的期間 能夠再送到我們議會這邊來 那一起跟之前的那個案子 一起來做一個處理 現在大概預計如果是很精準的家用 垃圾可以證明可以調低到多少價錢 目前我們的副案大概是2050 2050 對 就是大概少了400來塊 大概少了363 就在兩個中間 對 好 局長您請坐 那特別當初在建議的時候就是說 我們 事業清運的業者 對環保局來講最頭痛的就是 它會載了家用的垃圾之後 半路再去載別的事業廢棄物 然後之後混在一起 全部往我們的 專門在焚燒家用的焚化爐裡面去嘛 那這一點呢 在將來我們在處理大樓的垃圾的 優惠的部分裡面 這個部分我們要嚴格的控管 那您也有跟我提到了 將來我們可能幾個策略 會跟業者要有一些 類似GPS這個智慧 智慧監控的這個方式 你的車是不是一定是在家用的 如何證明你全部都是家用的 這個部分 那另外我也建議 高雄市的公寓管理條例 大廈條例 它的單位 列管單位好像是放在建管 是放在公務局的建管 那事實上將來這個案子要推 我個人會建議 我們可能跟保全業 或者是跟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的 主管事業機關 我們也可以先做一個策略的溝通 因為將來我們這樣的執行 會透過所有的保全業者 進入每一個大樓公告 那它對這個政策的論述 是精準的清楚的還是隨便講的 這個對每一個大樓的反應 到時候會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要讓這個政策 推出來這麼好的利益 我覺得你就配套到穩整 我們前面的遊說 跟前面的宣導 我們就做到夠 我相信所有的公寓大廈裡面 因為公寓大廈裡面 其實問題也蠻多的 有時候你光是管委會 這邊人那些人都會完結 每一個政策 光是要不要節電 九點要關燈 九點電梯要開到幾點 要剩一台 每一棟大樓都 什麼事情都可以完 什麼事情都可以完 那這樣的政策 將來是不是就是我們建議的 每個大樓怎麼樣證明 跟這個業者怎麼樣去做證明 這部分 我希望我們在之前 會有一個比較好的宣導 比較好的配合 那另外剛剛衛生局長其實有聊到 在報告裡面有提到登革熱 那環保局局長也有提到登革熱 那其實我剛剛跟陳立正議員 我們在聊天 我們都很肯定 今年的登革熱 今年的登革熱 控制的非常好 控制的非常好 其實民間的反應 也都覺得 今年我們的成效 真的是可以讓衛生局跟環保局覺得 那這當中衛生局有努力 環保局的工作人員也多有努力 但是重點是 我們是半開玩笑 也拜罰單開很多 藥噴很多次之次 去年年初一整年的噴藥政策 是不是對 到後來做了什麼樣的調整 後來全面的罰單 全面的罰單 我相信我們的所有同仁都有接到 然後我們兩個統一話術 每一個把罰單拿到民意代表辦公室的人 每一個一定說 議員啊 那不是我的財財 不知道誰當時放在我那裡 議員啊 那那個費輪胎就不是我的 不知道哪一天誰放在我的後 他都堅持那不是他的 但是 其實重罰下來 大家開始知道是完真的 大家對環境的維護 會變成把全民的力量加進來 這個是不錯的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接下來到明年 我們的燈隔熱還是可以更好的成長 那衛生局局長的部分 這個局長上任到現在啊 其實因為一直都跟醫師公會 這麼多年也擔任他們的顧問 那事實上常常跟醫生們在討論我們的政策啊 我們的醫療政策討論這一些 那對於您上任到現在 我想 絕大多數的醫界的同仁 不管是醫生也好 不管是經營醫院的也好 不管是相關的 對你都非常的肯定 尤其是對你那個 那個比照我們前任的那個 現在當場次的那個 你真的是多了一個親切跟好溝通的評價 那在這裡啊 我想請教你 明年衛福部啊 我們討論一下比較重大的政策 明年衛福部它 預定107年9月1號 要把我們的基層醫生納入勞基法 然後會在9月1號108年開始實施 我想請問你個人的意見 你認為你認為實習醫師 住院醫師開始的 我們開始在訓練的這一篇醫師 納勞基法你個人的看法 請黃巨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周議員的一個提問 那對於醫師納勞基法這個部分 我覺得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是 是病人安全 那當然 對於可能不同 舉數他們有可能不同的立場 譬如說 對於整個勞動的條件來講的話 那勞工局會主張是包括勞動權的部分 但是對於衛生局來講 可能我們會更關切的是病人安全 那過勞的醫護事實上 是對病人安全是很不利的 那但是一個短缺的醫護 也是對病人安全不利的 那這裡面必要有相當的一個配套措施 那對於 像我個人就曾經在 比較年輕的時候 連續上班超過60小時 那個到最後也必須要講說 我很慶幸病人安全 那所以這部分其實 這個議題的出現 事實上我想 對於醫界來講 有很多的一些重新的省思 跟看待說 到底要怎麼樣做比較好 不過我真的會覺得說 在病人安全的前提之下 真的相當的配套措施 譬如說包括我們的分級醫療 轉診等等這些 如果沒有落實的時候 那當我們的一個大型醫院的 我們很多的病人那個 我們叫CMI值 就是我們的疾病嚴重度是 有相當程度是偏低的情況 局長你剛剛也提到分級醫療 分級醫療從有健保以後討論到現在 從來沒有真正的落實過 你看到現在中央的政策 他決定明年一月開始 他怎麼做分級醫療 他先漲 他就是讓民眾去大型的醫學醫院 你的健保費多幾百塊 你覺得這樣有效 這樣會有效的醫療分級嗎 跟議員報告 其實我們今年譬如說我們登革熱 就是談到分級醫療的部分 我們在整個基層診所 我們支持我們基層診所的醫師 參與防疫 那提供他更多的一些防疫的工具 那使得我們民眾 以及我們的基層醫師的 這樣防疫的能量 跟民眾的行為改變 所以今年年初其實大概 基本上只有不到25% 是從我們的基層診所通報 現在我們到八九月已經都超過50% 那我會覺得說 透過這樣子一個醫療功能的發揮 然後對民眾 對就近就醫的一個信賴度提升 其實我是覺得 這才是分級醫療的一個最重要的基礎 如果我今天只是因為我付不起那個錢 所以我到我比較覺得 比較沒有那麼理想的醫療機構去就醫 我覺得對病人對民眾來講 這是一個違反倫理的事情 但是這個事情我想 不太好討論的原因是在於說 如何的去讓我們的 包括我們的基層醫療 包括分級醫療的部分 它的能量能夠是讓我們民眾 是覺得是有信賴的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衛生局的部分 我們今年的努力也在這部分 所以至少我們在防疫的政策 包括今年的登革熱 至於我們現在正在執行的 我們的流感的政策裡面 我們在努力的是想說 就是讓民眾了解 而且其實更重要的是說 即使在醫學中心的醫師 對於因為沒有分級醫療進來的病人 造成很多對重症病患的排擠的部分 其實也有很大的困擾 所以我想這個是另外一個我們可以努力的地方 至於是說用金錢的部分來講 確實我想會達到一定的效果 但是問題這個效果 如果只是因為我付不起錢 所以不去的話 這個是一個我覺得有很多需要喪待的地方 好 我們回來 這個醫生的部分 如果真的那 你看這兩天就這樣 一例一休通過立法院朝得沸沸揚揚 儘管不是百分之百的人滿意 但是為什麼會變成一例一休 他必須 他就為了彈性兩個字 但是為什麼彈性這兩個字 就是現在所有勞團在過去勞工被壓榨 就是因為都打著彈性 加上我們的醫生也一樣都過勞 但是現在的一例一休的彈性 會讓許多人不信任 但不管怎麼樣一例一休過了 我那天跟幾個各行各業的朋友在吃飯 每一個人都跟我說在應徵人 因為大家都知道一例一休是在必行 不管他哪個行業 後來我做了一個統計 平均14個員工要多勤一個 28個員工要多勤兩個 是這個數字嗎 就是說你要排到每一個員工 一個禮拜一定有一個星期六或星期日 對不對 你也要排到他絕對不能上第七天 所以在簡單的排班上 他們各個業者的比例是這樣 將來醫生納勞幾法一樣 大概現在衛福部的統計 會少兩千個醫生 會少兩千個醫生 你將來醫院才有辦法去做這樣的排班 所以這個部分 目前當然他是說會砸一億的預算 我不認為一億的預算可以做什麼 在兩千名醫生要增加 你才能夠達到醫生勞技法 為什麼 我們每一次 其實在所有的社會改革過程裡面 你不管要為誰說話 每一個政策它都是一體兩面的 我們可以很爽的 只站在老公這一邊 但是我們知道執行起來 有時候都會到達回來 比方說大家開玩笑 以後六日沒有百貨工資逛嘛 不是嗎 比方說以後 中秋節假日跟年假 你是沒有車返鄉回家的嘛 對不對 所以每一個政策 你要理性的去看待它 包括其實未來的醫生 台灣其實現在開始老年化 現在才真正的健保已經虧損談價 現在才是我們要大量需要醫療資源的開始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 如果它勢在必行 局長你們這邊在高雄的部分 如果明年就要走 可能我們這邊 大概以目前高雄可以有的 醫生的醫療資源 你認為我們會不會遇到問題 將來會怎麼發生 跟議員報告一下 這個需要再進一步精算 不過那個衛務部說 短早兩千個醫師 這個事實上 其實來自於不同醫界 也有它的一些不同的一些爭執 但是我想這爭執是歧視的 是說醫院所關心的 的確是一個當醫師 我絕對相信 而且遠遠的數字會高 你光是急診這幾年老師出事 急診不賺錢 醫院一直關 我們現在晚上就有多少 沒有急診醫生了 年輕人 他都進入醫生這個行列 都在要求勞基法了 他更不想當急診室的醫生 好你繼續 其實整個來講 因為醫療本身 尤其是醫生醫護的一個部分 他對於職業的特色 他譬如說過去有談到會質疑的 擔心的 譬如說包括說 是不是開大開到一半 時間到了就放 其實在國外的整個 有實施勞基法的國家 是沒有發生過 這其實是一個假議題 不過在這個過程 剛剛跟議員報告就說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 有效的分級醫療 就是說我們的醫療的資源效能 讓醫師在整個 或是護理人員在整個醫療環境 醫療環境不只是只有上班的時間 還包括說它的一個整個大會環境的關係 如果因為這樣子而離開醫院 越來越多的時候 那可能這個在整個 醫院的醫護人員等等的短缺 是永遠會存在的 謝謝我們周靈文 周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劉德琳 劉議員發言 時間20分鐘 會議主席 我們今天在場的所有的 我們保安小組的各局處 以及我們今天在場的議員先生小姐 電視機前面的我們關心市政的各位市民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首先請教一下環保局局長 局長 在這幾天看到你剛剛在工作報告所提到 這個各大溪流的一個整治 另外也提到鳳山溪 最近在這三天也抓到了一個鳳山溪的偷牌 那長期以來我們的溪流 尤其在鳳山溪 我們已然政府用納稅人的一些經費 投入了這個十多億 在這十多億怎麼能夠再繼續的容許 我們這些不孝業者 繼續的在殘害我們的溪流 你剛剛講 說我已欠在目前的水質是中度 我在想在中度當中裡面 我們這一次這個所稽查到的 一個是好像做漆彈的 你曉得嗎 鳳山溪現在人家怎麼稱呼鳳山溪啊 成為鳳山溪為變色龍的一條溪啊 我們也看到曾經藍色 也有看到紅色 現在又 現在就是黑色 所以說到底今天我們環境保護局 在這個區段 除了我們剛剛講 最近當然對於你們的一個稽查 在這一次有了成效 可是當這個成效產生之後 一喜一憂啊 憂是什麼 你這個藍色的過去的之後 現在就呈現黑色的 現在就是黑色的 所以說在這上面來講 本席實質上 一直要督促 督促什麼 督促今天來講 你們是專業人員 你們的專業的素養在哪裡 其實來講 這個地區的這個場域 到底有多少家 每一家 它生產的是什麼 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排水 跟它污染的什麼樣的一些 這個專業性的東西 其實你們應該都有早就列管了 那你們今天來講的話 我長期在講 你們都是專業人員 怎麼會在這上面 找不出蛛絲馬跡出來 應該是要強力的蛛絲馬跡 都在你們的掌握當中 哪一家是生產的 它會產生重金屬 或產生什麼 或能夠要偷排什麼 這個它的數量有增有減 你們都應該掌握在手上 反而這個區域 如果說我們來講的話 分相分弄 這個都很容易 為什麼這一直都是層出不窮 請答覆 請局長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劉議員 其實鳳山溪經常有一些不同顏色 如果經常有些不同顏色的狀況 那個都是偷排 偷排其實不是平常列管 能列管到的 那個都是心態 它為了節省它的這一個 有關於它的處理的成本 利用夜間 利用假日的時候 下雨的時候偷排出去 所以前兩天的那個部分 就是很明顯的就是 它沒有處理 直接又偷排出去 那最近大概兩三年來 我剛剛跟那個大會有報告 等一下我插一句嘴好了 我請教你 我們最近機查到總數多少 那個要整個要列出來 那我再請教你 我們現在抓到這一家藍色的 它有沒有工廠登記執照 沒有 沒有 它是地價工廠 我們怎麼 一方面送檢調處理 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 這個行政裁決的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要觀察 這個部分是這樣 因為它是 它那個部分是違反的刑責 那個部分是違反刑責 所以刑事先行 所以我們先送到地檢署去 他們依照水護法34條的規定 那邊有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的一個規範 那個司法在司法嘛 那我們行政可不可以說 你立即觀察 你根本沒有 當然 當然就是要觀察 對 對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 因為這一家 這個一定要雷厲風行 才能嚇阻未來的一個 別人的校友 好不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剛剛看到你講的 所謂我們高雄市土壤地下的 及地下水執行的成果 看到這個成果 感到更悲哀更遺憾 成果是我們全台灣省第一 最高 你看看 我們106年 這個105年 我們的這個 104年到10 這104年的 885公頃 到現在886公頃 886公頃的這些 清出來是一個天價 那我相對的 局長 我們可以看到 部校的那個 重金署 到現在還是延宕啊 他是要經過 攏長的法律時間 這個部分已經拖了多少年 將近有10年了 那如果說要清完這886公頃 要耗費多家 國家的多大的一個 財力 跟這個司法訴訟 第二點 除了這個 本席一直在質疑 就是說 今天高雄市市政府 難道你今天環保局跟市政府 沒有責任嗎 你們的承擔又在哪裡 今天我們也看到這個 局長所提出來的 我們一些灰渣一些其他的 到現在你市政府都有困難 不要講別的 那你今天要要求我們的市民合法 我們的業者合法 我們的政府又做了些什麼 我們的政府 有沒有給他們一個很很好的一個環境的一個 請到的一個合法的一個場域 沒有啊 你現在連你市政府都有問題 你現在都要把你的所謂的我們的掩埋場 開挖之後進焚化炉 然後再去掩埋 用時間來換起空間 是不是這個樣子 局長 是不是現在這個狀況 這個跟留言報告 剛剛所提到的這個 有關於土壤跟地下水的這個數量 這個數量 其實這些污染都是過去遺留下來的 遺留下來之後 現在剛好有土壤跟地下水整治法 所以要求依法要做一個整治跟清除 所以這個不是現在污染的 都是在以前污染的 我知道從一直延續下來的 是 所以正是要解決污染的問題 所以說這個部分要解決 這個要花費人民的多少的一個公堂 這個你心裡面明白 本席是今天講 政府必須要依法行政 必須要做好自我本身的 的一個責任 包含我現在講 現在所有的合法場域 你怎麼樣對於合法場域的一個主體的 一個有效能的 讓這些業者能夠指定在哪些 合法場域 讓他們請到啊 讓他們能夠 能夠在合法的這個公開之下 能夠去做 而不是沒有這些讓他們到處去拖牌啊 用用犯罪來去影響到他 達到他的目的的事實啊 可是這上面我們從這個資料跟數據上面來呈現 這個環保局你要再加把勁啊 局長 這個是你的承擔你的責任啊 也是政府的承擔跟責任 好不好 您請坐 馬科長 這幾天看到你 基查科查到了這個 我也是替你剛剛講一喜一憂啊 長期以來我對馬科長來講的話 這專業素養我是 非常非常的敬仰 我希望我剛剛所講的話 你要念之在之放在心上 用這種方式怎麼樣去找到突破點 達到我們的這個 河川的一個 還給河川的一個清流 好不好 給你加把勁 您請坐 第二點 警察局 局長 剛剛你在工作報告的時候 所提到的交通 交通事故啊 它這中間的落差在哪裡 我們現有手上拿的工作報告裡面 你剛剛所報告的落差很大 那是什麼問題 我這邊的工作報告所提到的是 我們這一次A1增加了五 這個五名啊 比同年 同期增加的 那你現在來講的話 是比同期減少的 這中間的問題是在哪裡 謝謝趙先生 謝謝劉盈 我們這個統計的期間是 今年一到九月份 跟去年一到九月份比較 好 抱歉 好 那我就了解了 這是我們的工作報告是一到六個月 所以說在這邊 局長請坐 是 交通局局長 那個交通大隊大隊長 局長報告的是一到九月 看到是呈現這個復發 那我們來講 你工作報告裡面 你所寫出來的 是增加五個 A1的 對不對 是一到六個月 是 所以說在這上面來講 你們工作報告就呈現 對不對 一般都是一到六個月 你們為了這個 呈現好的這個正面的 你把這個一到九個月 所以說讓我一看就中間落差很大 第二點 我們在這個重罰之下 你到底認為在重罰的之下 對於整個的交通的改善 會有相對的這個正比嗎 請隊長回答 謝謝主席 跟劉議員做一個報告 事實上一個事故的一個防治 不只是一個執法 有包括一個教育宣導工程 這個 隊長 我是以數字來跟你來做一個討論 我希望這個要再加強 除了強力風行之外 還要再加強 這個數字造成每一年 我們這個市民所受傷 我剛才是講A1 我還沒有講A2 這些之類的 我希望這個數字 還可以再下降 我們這個看去後續年底 另外 你看到沒有 我們鳳山 一個是在我們 國泰路跟五甲路的交叉口 另外一個在鳳頂路 為什麼同一條路 我們在十大車禍的一個重要的 這個路口 這就佔兩個 那師傅佐在這上面來講的話 怎麼樣 以你們的專業再去做一個突破 怎麼樣讓這個能夠持續往下降 隊長 短期間讓我們看到 好不好 是 點出來你就應該要好好的去 針對這個來做處理 你請坐 謝謝 另外 少年隊隊長 我不在這裡面 那我就問局長 局長 看到你這個少年的犯罪 剛剛你所做的工作報告裡面 所謂偵查預防輔導 偵查預防輔導這三樣的話 局長請起立 這三樣就是本習常常講的 現在的一個青少年犯罪 剛剛我們有議員講 除了這個驗尿之外 驗尿 然後看到我們這一次 這個地方法院 驗尿今天少年隊沒有到 我沒有再問他驗尿多少 那另外就是說 我們就是以少年隊的一個 少年法院所判例的 這個判例 那我們來講在吸毒的差不多39元 在39元它會呈現的什麼 暴力討債 這些是相關性的一個責任 所以說因為年輕人 他沒有錢繼續買毒 所以說他都會往這上面走 我希望在這上面 做一個防治跟查查 能夠再輔導 達到這三項的最基本的要求 這個我希望我在這邊 再提醒一下警察局 在未來工作的上面的一個加強 我也看到 現在的各項的刑事的一個數據 它是持續往下降 那這一點也要希望 讓警察局能夠持續好要更好 我們繼續加油 讓我們的人民的市民的生命財場 能夠得以最重要的保障 那另外我們國家的主人翁 這個犯罪的一個 這個 這個率能夠持續下降 因為這一次 光是青少年犯罪就增加了13個 所以說我提出來問 如果說整個的整年度的話 他一定是會更增加 所以說在這上面 我希望警察局能夠在這上面 再做一個努力 再做一個加強 給予青少年是國家未來的希望 這個要給他們除了輔導以外 除了茶茶輔導 然後能夠把這個降到更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看到你們這個 雞毒 我看這今年的茶器毒品 是有提升的成效 可是這個數據提升了 這個茶的數量也增加了 可是相對的 你有沒有想到 除了這個相對的增加了之外 那是不是這些 西都的人口 跟進來的這個毒品 相對的也是增加的 並沒有像到我們來講的話 你抓的去年抓的人 跟今年抓的人 應該會降低嘛 可是你現在持續增加 見數會增加 那增加是代表什麼 西都的人口也在增加 進來的毒品也在增加 那我們來講的話 在這上面 局長 你有沒有再有作為的一番處理 謝謝劉遠江的一個指教 我會很認同 那個警察機關還有地檢署 還有相關的茶級單位 情質單位 他們我們主要做的是茶級 我們知道就是茶級 但是茶級的越多 我們反映出來的 就像劉遠所提的沒有錯 吸毒的這些人口 市場沒有縮小 人口沒有下降 所以讓我們去重新去思考 這樣的一個茶級策略 是不是還要輔佐其他的配套的 一個措施 這樣才有辦法把真正毒品 這個壓制下來 所以我們警察局在高雄市政府 我們市政府的相關的一個單位當中 我們警察局先做一份的田野調查 就是針對我們過去這些吸毒的這些人 我們開始來做問卷 把它找來做問卷 我們設計一些問卷調查 一些問項 那現在我們已經訪問到 三百多份的這些問卷的樣本 那我們會做一個統計 到十月底大概會把這個整個問卷完成 然後會做一個科學上的一個統計分析 然後找出這個策略出來 我會在市政府提出相關的一個專題報告 然後請比如衛生局 教育局 社會局 民政局相關的單位 來共同來執行這個皇制的部分 很好 這個樣子就是大家聯訪 另外我還必須要再做一個提醒 我們雖然看到各項的暴力 所有的一個犯罪率 是有在今年這半年有下降 可是也歸功於毒品的 所以說萬惡的淵源就是在毒品 你毒品氾濫 偷竊 這些全部都會呈現 會成長 所以說這部分會聯動的 就跟我剛才講 青少年的這些部分它會聯動 這個部分希望局長我剛才所提的 在下個會期我們可以看到更好的一個成效 以上做 衛生局局長 局長本期一直在關心的長照法 今年所編列的 在這個長照的過程 我知道衛生局所扮演的角色 你們除了這些喘息或者護理之家這些 可是在這個整個的基查 除了預算裡面呈現出來 我們的預算 你的預算跟社會局的預算中間落差很大 你的總預算才多少 跟議員報告 長照這個部分 在今年105年度的一個我們的總預算是2500萬 那明年是到4500萬 4500萬再加上一個1600萬 對不對 這上面寫的 那我在想說在這個上面 我也關心包含主辦科科長 我們都知道長照長照 其實長照最重要的一個環節 就是護理之家 就是我們就是安養之家這些 所以說在這上面 你有沒有去看到所謂的人道 人的尊嚴 人到了那個時候的尊嚴 可是我 我現在是一直在質疑 以你們的人力能不能做到 對於這些所有的安養跟護理之家 做一個很有效的一個輔導工作 我真的是有很大的質疑 局長 你有沒有深入去了解 跟議員報告 在這半年當中 其實對於我們的護理之家的 包括其實上一次議會的時候 議員也提出對他們的照顧品質的一個關係 我希望局長這方面 你們再去做一個實質的一個深入的了解 因為長照法盲上路 對不對 另外就是說 本席一直在想就是說 在這安養跟護理 安養跟護理 我們都在講 真正的長照的最困最痛的地方 就是如何要減輕年輕人 對於他的家人所患之重症的 一個需要長期照顧的這些人 因為他長期所承擔的這個 所謂的一些醫療金額 背負的這個壓力很大 讓這些年輕人是沒有辦法做喘息啊 所以說我們雖然有喘息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喘息 他們每個月都要支出龐大的金額 在這個龐大的金額這個當下裡面 我們政府應該在這上面 要更多的一個照顧 可是看了整個預算裡面來講 你不管這個 你不管是從我們的遺產稅 增加的幅度增加10% 我們另外我們的淹稅 還有我們製編 可是在這個總體加上起來 加起來 你長照並沒有解決我們 好這兩分鐘 並沒有辦法解決我們所有的 長期背負的這些 需要能夠政府來支援他的 這些家庭啊 所以說你衛生局所只是 去輔導去了解去查查 可是在這上面來講 我希望這衛生局能夠反映出來 這些所有的總總統的數據 能夠在長照的一個落實之下 才能夠照顧到這個 真正的需要的一些家庭啊 看到政府所編列出來的預算 真的是很遺憾 到底這個長照是真是假 每一項的預算都是不切實際 你今天來講 我們遺產稅增加10% 你到底能不能增加到 另外你增加了遺產稅 人家規避 收不到錢 淹稅 你那麼樂觀嗎 能夠每一年達到這裡嗎 所以說他所提出來的 預算的總額 是一個不切實的 不切實的一個總額 所以說讓我們感覺到 到底政府在長照 大家所共同期盼的長照 是真的還假的 能不能落實在我們這個實質的 我們台灣人民上面 所減輕的他們的一些壓力 這一點我也感覺到 待會你也可以回答 那我們身為一個 專業的一個衛生局 怎麼樣對這個 我相信這預算呈現出來 你也做不了什麼 可是在怎麼專業的一個領域 把我們的這些反應出來 另外我們這個主辦科 我也會不定期的去了解去查查 如果說我發現這個部分主辦科 在這上面的業務有所疏失 我們一定就辦到底 局長有沒有這個部分有沒有決心啊 謝謝議員 對於現有的預算的確是不足 但是目前我們的了解是說 未來在相關的長照2.0的部分 大概我們會有 大概中央有編列至少 已經有68.5億的一個預算 那是一個申請式的 就是說因為我們目前在整個 長照資源的一個發展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是努力去培植在地社區的資源 然後去能夠申請這些費用 所以事實上 以既有的預算 當然是以既有的服務項目為主 但是在未來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隨著我們整個社區資源的增加 然後我們高品質 然後能夠申請到資源 所以我想這是主軸方向 不過議員談到那些 包括整個的效能的部分 包括品質的部分 的確這是一個我們在整個發展過程裡面 特別要注意 因為我們目前 我把稱為我們的長照很容易 如果沒有注意到效能的話 就變成圈氧式長照 這是一個我們不願意樂見到的 所以我想這個議員的一個指示 我們也非常的認同 要確實去落實這個部分的一個 包括品質的提升資源的增加 那這在目前為止是當然很難一步就到位 但是在目前我們已經在做努力做一些發展 那也包括一些相關的一些活能的 機能活化的據點等等那些 屬於目前長照 不是在長照裡面 但是我們健康老化部分 我們也在努力的 在跟在地的資源做整合 所以這部分 謝謝議員的指示 我們會努力做到 謝謝我們劉德林 劉德林 劉議員的資訊 下一位我們請 黃湘署 黃議員 時間二十分鐘 謝謝主席 謝謝主席 PPT 謝謝 首先我想針對高雄市今年的登革樂的疫情 登革樂的工作 對我們的衛生局跟環保局給予相當大的肯定 大家辛苦 大家辛苦了 我想 這個是我們 所能夠在我們的那個APP的軟體裡面去得到的一個資訊 我們可以看到 過期 在同時間 我們的一月到十月 在去年我們的高雄市的登革樂的疫情 同期有五千九百二十一件 但是在今年 非常的好 我們三民區 以往最嚴重的三民區 現在只有五十四件而已 所以我覺得 而且這個五十四件還是延續了去年的病例 所以這個真的是要大大給我們的環保局跟我們的衛生局給予肯定 可惜看到這個數據 我也想要跟兩位局長報告一下 也想要跟兩位局長說一下 我們今年幾年可以做到那麼好 這樣去年 還有幾年為什麼會這樣嚴重到 我想 既然我們的兩個局處 既然在今年有辦法把我們的登革樂的疫情控制到最好 當然我知道你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 包括我們的基層的里長 包括林長 包括一些防護人員清潔人員 都很用心 所以我們今年能夠控制在這樣子的疫情裡面 可是我想講的是 我們都知道 過去我們都會說 登革樂都三年 三年會有一個週期 但是去年跟前年好像也沒有什麼週期性的問題 就是一直延續很嚴重 所以我想要拜託我們的兩位局長 能夠在今年 因為我們知道的是疫情 在未來的一個月 很有可能 我講的是很有可能 會有機會更嚴重 或者是完全沒有案例 這個就要拜託兩位局長 能夠多用點心 拜託人 因為我沒有希望說 我們的登革樂還是這麼的嚴重 而且過去以往 三明區都是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區域 謝謝兩位局長 辛苦了 這一段期間 我有這裡到我們中區 那個資源回收廠的一個陳情 他們在說他們現行的 職工領取的是我們的焚化爐的績效獎金 他們並不是領我們的所謂的清潔獎金 那我想要跟我們的蔡局長報告的是 他們這樣 績效獎金等於說是每年所領的可能 就是一千多兩千多塊至三千多塊 那跟我們過去我們都知道 2016年的時候我們的環保署 我們的醫務任務公 我們的清潔人員非常辛苦 所以他把他們的清潔獎金提高到了八千塊 是不是 對 那這樣做成的是不是 這些我們的焚化爐的人員 他們也是在從事我們的清潔的工作 也是在從事我們的資源回收的工作 可是他們的獎金卻跟我們一般的清潔人員不成正比 甚至是少了一倍至兩倍 所以我想要拜託我們的蔡局長 就法令來講 我相信因為這個就是我們的我們的 我們的行政院環保署所去認定的一個解釋令 他所講的就是說 這個是包含了我們的焚化廠內的各項設備 然後包括設施操作 維護及廢棄物進場檢查 環境清潔等工作的所需員額 都是適用這一個清潔獎金的 那這個解釋令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我也知道說我們的工費 他其實過去一直有在跟我們的環保局 包括我們的高雄市政府有去做過陳情 包括有去送過公文 但是聞來聞往的過程當中 我們的相關單位給他們的答案都是 你們已經有領了績效獎金了 怎麼還可以來領這個清潔獎金 所以我希望說 就這個解釋令來講 我希望說我們的局長 能夠好好的去把這個解釋令 去看到底有沒有違反了這個 我們中央的母法 或者是我們中央所規定的法令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的蔡局長回覆一下 謝謝 請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清潔獎金的部分 目前環保署規定的支領是最高 8千塊 那是104年的時候公佈的 古年也許公佈的 但是是他們請客地方要找錢 地方要買單 懂了 所以當然回到中區廠的這個部分來說 這個部分我們局裡其實也有接到 中區廠這邊相關同仁的一些的一個 算是陳情也是一個要求 那局裡有做一個相關的研究跟討論 對於法令上有沒有什麼問題 初步我們看到的情形是 我們中區廠跟南區廠的同仁 如果有他的工作上是 做的是他們家清潔工作是有關的 那是可以領清潔獎金 那不過這裡面還有一些細節必須要再做一個釐清 比如說像在這一個解釋函裡面有提到 如果還有兼領其他的獎金 不得同時領取 所以我所講的就是 他們如果去領了績效獎金 就不能領了清潔獎金 但是因為他們真正有去從事的清潔工作 那當然你也知道費用等於整個獎金的費用等於是差了一半以上 所以當然他們有真正去做了清潔的工作 就應該要讓他們實際的去支領清潔獎金 而不是績效獎金 沒有錯 所以在法令上我剛剛跟議員報告就是說 初步我們看起來是可行 但是原本他們領的是這個績效獎金的 整個計算的方式跟原先的辦法 要跟這個領清潔獎金的這個辦法 我們要做一個整合 這個就是比較 挺像我們局裡面比較細節的部分 還有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這個領的這一個 萬一要領清潔獎金 必須要去爭取預算 那也必須最快最快也要買一年 買一年在編後年的預算的時候 明年去跟市府來爭取相關的這個預算 所以有要爭取預算的部分 還有有關整合這個法令 領取法令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後面會來處理 其實當然同仁能夠盡量來照顧到 這當然是我最重要的一個原則 所以這個部分我的努力 讓同仁有一個更好的一個照顧 更好的一個福利 好 謝謝局長 希望你真的可以這麼認真去做 幫他們把這個福利能夠爭取到 因為今天如果不來講的話 那明年也不會有編設筆預算進去 當然我知道我們的中區焚化廠 是屬於二級單位 他們要自己編列預算 再來給我們的環保局 那也希望說這一塊局長 能夠多多努力 包括我們的中區廠的五廠長 都能夠幫我們這些基層的清潔人員 能夠多多爭取福利 謝謝 局長先請坐 謝謝 還有我想請教一下 局長就是我們現在目前我們的焚化爐 有辦BOT的我們所知道的是兩個 那兩個就我所知的 人舞的焚化爐 我們外包給了廠商以後 他們近期一直有傳說 再擅自的調高我們的清潔費的運送費 就是垃圾處理費 我聽說近期是調高了43% 那在年初的時候調高了7% 這樣總共是調高了50% 而且這就是尖對民間的清潔清潤業者 我想這個會直接反映在 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大樓 我們的大樓的住戶 他們其實很多大樓都是外包給的 這些民間的清潔業者 那這樣子會間接或者是直接的反映到 這些大樓的住戶的身上 那我想請問蔡局長 你認為這一塊是合理的嗎 又或者一個BOT的廠商 如果這樣子擅自去調高了 所謂的清潤費用 這樣子公平嗎 蔡局長請回覆 謝謝 請蔡局長做回答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黃議員 那其實如同剛剛議員提到的 人物廠跟鋼山廠都是公辦民營 公辦民營所以對於整個價格的收取 他們是有完全的權利可以去訂 是可以去訂他們 所謂的他們要收取這些廢棄物的價格 那在過去來講 可能有大概在2000塊左右的這樣的一個價格 那分別在8月跟9月 鋼山廠跟人物廠都有調高 平均 我說便金差不多在500到600左右 500到600左右 那我們看到這個價格 我們看到這個價格 其實在跟台灣其他的全部 台灣現在24個文化倦 他們整個所公告的這個價格來講 坦白講大概是在中間的一個區域 最高我們知道的是在中北部 可能來到了3500 那在南部這邊最低的可能是秉東 稍微比較低一點 那所以其實我們看到這個價格 應該是在中間的這個價格 這個部分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局長我想我們南部地區 你如果要拿來跟我們台北比 當然是不可能 因為我們南部地區本身的消費能力 包括我們的所得 本來就沒有像北部這麼高了 所以你如果要拿來跟北部比 這個是比較不合理的 但是我認為說既然環保局是 雖然已經BOT出去了 可惜你應該是 你是當然的主管機關 你應該是要有給他們一個 一個限制啦 就是不能去靜置去調高到這樣子 因為我們都知道 市政府就是要為民眾 然後為我們的市民去努力的 那如果這樣子 直接或間接去反應到 民眾可能他們要每個月 再多支付了多少錢 我覺得這樣對我們環保局也是很不公平的 因為畢竟不是你們去做的 但是因為是你們BOT出去的 所以我也希望說 局長這一塊 你也能夠多多用心去講一下 是 這個部分跟議員再報告一下 有關於因為這個合約是民國89年 跟90年分別這兩個長期 是89年 90年的簽訂 所以根據合約的部分 其實環保局是沒有辦法去限制他們 收取的這個費用 這第一點跟議員報告 那另外一個情形是 其實廢棄物的市場都是很自由的 是說今天高雄的垃圾也可以去其他地方 也可以去其他的分化爐 這個都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其實退一步講 如果說鋼山廠跟人物廠它調高價格 它也要去考量到一個風險 它收不到垃圾 沒有人要來它這邊 其實一個分化廠最重要的收入是發電的收入 而不是收這些廢棄物它每一頓收多少錢 所以發電是它最重要最多的一個收入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是分化廠他們是基於他們 整個操作上面的考量所調的這個價格 當然我們站在主管機關的角度 我們也有跟這兩個長講 對於高雄市的這些公寓大廈的這些垃圾 一定要用最優惠的 它有一個range大概在像以人物廠來講 大概在2400到2800 我們也要求公寓大廈的利愛用最優惠 就是2450或2500的價格來收取 我們高雄市的這些垃圾 好謝謝局長 我想我們這兩個唱應該不會收不到垃圾 因為我們有在收過垃圾的垃圾 所以這個 那局長我還有一個問題要請問你 就是我有一個問題要建議 就是這個我在想說 因為我們有看到這個圖 不是我們目前我們的本市的公車設有的APP軟體 那它就是手機上網就可以查詢到公車到站的時間 那是不是可以把這一塊來做成結合為 打造成垃圾車路線的便名APP 因為很多人都會想說 譬如說我這站我本車車沒對到 我要去後一站我不知道要去對找 那我們如果能夠去打造一個這樣的APP 是不是我們只要拿起手機就知道說 我下一站可能我今天沒有到垃圾 我下一站就可以到哪裡 我覺得你們可以去參考這一個公車路線的 因為他們包括連下一站要到哪裡 包括這台車子的車牌號碼 而且幾點到都有很清楚的顯示 我覺得這是我要跟我們局長建議的 因為每個人每天都有垃圾要出來倒 那我也常常因為我選舉的期間 我也有講過我都追著垃圾車跑 所以我也常常看到很多民眾 因為倒不到本車在那裡很熟悉的 那我認為說我們環保局可以來做這一塊 讓他們能夠更便利 所以請局長這一塊能夠多多努力 那局長請坐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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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我想要對我們的警察局來提出一些問題 高雄市現有的監視器 我們知道有兩萬三千三百八十一支 那每年其實我們都編列了兩三千萬的 來進行維修 那但是我們至今我們知道的是 今年的預算我們比去年多編列了大概是四十一趴 可惜我們的妥善率算不夠五成 目前我直到的消息就是我們的故障數是我們的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八支 那我認為說監視器因為這個議題是大家都一直在說的 而且每個會期都有議員在講 那我也知道說警察局這一邊 也因為這個問題很困擾很頭痛 可是因為監視器就是代表來幫助我們的民眾 保護他們的身家財產安全 包括還有警方的破案的利器 所以不到五成的妥善率 這個確實維護的成效沒有辦法讓我們的民眾所認同 我要給局長看一個圍面 軍人不停了 局長 這個是有九個格子 這個我想你應該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 警長你剛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警察局裡面 所設的我們監視器的 monitor 九台畫面裡面 代表了可能是九個理 或者是 應該就是九個理 九个里面你看一下黑画面有多少 几乎都是黑画面 所以其实我也在想 会不会故障率其实不止11,758只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几乎都是黑画面 那民众也常来服务处陈寝 说他们遇到了交通的问题 遇到了家里面有什么 可能外面有什么出了什么状况 他们想要来调监视器 可是却到警察局不是不给他调 就是说那个监视器坏掉了 我觉得这对一般的民众来说 局长这样实在是很不好的 那所以我也希望说 局长我们能够来调高这个 至少在今年我们能够努力 来把我们的妥善率提高 好吗 请我们局长回复一下 谢谢 谢谢赵警官 谢谢樊一言关心这个监督系统 那其实警察局对这个监督系统的维护 一直在想尽各种办法来提高 那确实是诚如方言所提的 没有错 这个是生命财产跟市民是息息相关的 跟我们侦查犯罪 包括有交通的一些事故的一些争议 民众都很需要有监督系统的一个辅助来做鉴定 其实我们平常也都有希望能达到 六十几七十以上 不过经过这三次的一个台风 确实我们损害非常多 那我也向市长报告 这个要赶快给我们一些维修会 那市长也承诺也云印 但是就是维修要怎么提升 但是我们检讨过去 为什么损害会那么多 其实市政府有益助很多的维修会 但是始终没有办法提高 一直在检讨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后来我们也检讨出问题了 那我们先以左营分局做示范 我们成立一个维修小组 就是所谓的自力救助 我们警察局自己的同能要培养 我们本来就有这个维修小组 但是都做检疫的维修 我们希望把他们的专业的技术 专业的一个技能再能提升跟强化 请一些技术的人来给我们来训练 那左营分局就开始实验了 已经实验了一个多月 就在这一个月当中 他们修复了将近一百六十只 一百六十二只确实有提升 而且节省公堂 又不必花很多的这个费用 所以我现在在要求 各分局比照办理 开始要动员起来 那我们采取中奖 中奖的方式 给我们通通发奖金 维修多少比例 就给他们奖金 给他们行政奖励 然后鼓励他们 等于是要救助 自力救助 不要受罪于这个厂商 我们现在有开始在动员 好 谢谢局长 局长请坐 来 帮我放一下 局长我给你看一个片子 常常让议员接到民众 陈琴 调不到画面 算一算 目前高雄市共有 两万三千三百八十一只监视器 却有多达 一万一千七百五十八只 已经故障 雷格的很严重 损化率 至于大约 大约五成 放载回 损损 维修 速度慢 加上经费不足 想在短时间内 全部修完 各分局开始 想办法 好 没事 我们影片就先暂停了 再两分钟 局长我相信你应该有看到这个报道 三立新闻的 其实在后面 他拍的就是 我们的左营分局的一位远警 他自己爬上去上面 再修这个监视器 局长啊 警察是人民的保姆 还是监视器的维修工 我不知道说 当然你任何公司 这个我们的远警上去修 我们的 修复率比较高了 而且我们的公堂也比较省了 可是毕竟 他们不是专业的 我们过去一直在说 消防局 尽情 都因为他们要去帮忙动保处 去抓蛇 去抓猫 我们认为说 不应该这样子 所以我们过去也一直在提 所以在 现在他们已经有专业分工出来了 那这个东西 为什么不让专业的下去做呢 我想我们的警察董令 刚才我们在看到 我们的局长的报告 我们也知道我们警察同仁的 除了保护人民的安全 保护人民的身家 包括要维护治安 等等之类 还有刚才局长的报告里面 也有看到说 还要排除路障 甚至要舍身救急 这个都要去做 一定工作已经这么繁重了 结果现在连监视器 都要基层远警去修 局长 这真的让我们觉得 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你看 他们要做那么多的东西 这当然是一个枯手的画面 但是我认为的是 既然我们的警察 基层远警已经这么辛苦了 如果我们还让他们去做这些 是不是对他们来讲 有一些不公平 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虽然你说有基本的教他们 怎么去维修 基本的教他们怎么去换 可是 较少说他们来的 维修的过程中 拨了来 还是受胸 那这个我们怎么去交代 谢谢华议员 关心我们基层通人 工作的一个 环众跟劳累 那其实我们现在是受困于 我们这个维修的厂商 它的加速有限 它的功能有限 我们即使在 益住在编列更大的一个 一个维修费用 一个月给你修理一支 这一个月当中又坏了很多支 所以为什么 妥善一直没有办法提升 就是受制于厂商 它工人没有办法派了很多 因为你工人派了很多 就会增加它的成本 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困扰 所以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面对民众 要会对民众的治安 生命 交通去负责 我们必须把它提升 但是又受限于厂商 所以我们只好自力救助 其实我们这个维修小组 不是现在才开始 以前就已经有成立了 只是很简易的而已 那我们希望说 多一些专业的一个技术 不是全部都取代厂商 不是这样子 我们还是会跟厂商做这个合约 只是有一些部分我们可以做的 没有安全性 没有危险性的 安全性的 而且很简易的 可以做 就可以马上 让这个监督系统恢复功能的 我们来做这些 所以这个可能议员在资讯方面 我给议员做这样的一个报告 才不会有出入 我想是是是很谢谢 很谢谢基层声音的一个 一个反应我听到 但是节列不是做很危险的 也不是做很高难度的 节列不是这样 而且我是用中奖的 而且勤务的安排 绝对不会影响到 整个治安巡逻 那个见景度 而且维护治安 维护这个投赛率 提高一点 可以替代一些见景率 一个监督系统做好的话 24小时做监视 我们严谨有时候 没有办法24小时来扶寝了 所以有时候你这样权衡 利弊权衡 有时候我们必须来做 反而可以取代 我们一些工作上的一个附和 在治安上 发生事故 你要查 更花费很多的警力去侦查 让我很多的警力 而且时效不一定能破案 所以我们有比较过 谢谢议员给我们的指教 谢谢 谢谢 好 我们休息五分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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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